你好,我是安布 最近放假,又开始了在家带娃的模式 每天变着花样,给陶小豆安排活动 我们今天上什么课呀 还有奇怪的课 奇怪的课呀,我们今天上中文课 你觉得你中文怎么样 中文是啥 就是你现在说的话就是中文 那我全会了 你全会了,那行,搬到了吗,上课看看吧 你看,你在这呢 你好,小熊猫 它不是熊猫,它是考辣 今天我带大家试听的是一个面向海外华人的中文课 之前有好几位网友留言表扬过陶小豆 说他中文水平不错 这位老母亲心里还是捏一把汗的 他现在中文口语还可以 但那是因为我们在家都说中文 上学前问题不会太大 周围朋友的孩子呢,中文开始退化 都是在上学以后 或者是哥哥姐姐上学以后 学校的通话作用非常大 即使是头小豆刚断断续续上了三个月的学前班 现在已经有不会用中文说的单词了 Pattern 咱们说中文好吧 Pattern是什么呀 Pattern是 是 我 我只知道 英文 不知道我不知道 家里的长辈担心他不说英文 在学校会被排挤 让我们在家跟他说说英文 虽然也有一定道理吧 但我觉得英文一时落下没关系 中文落下了很可能就剪不回来了 所以还是希望尽可能给他多营造一些中文环境 那为什么要报中文课呢 一是因为我想丰富他的语言环境 我们虽然在家说中文 但是日常用字很有局限性 这个语言环境太过单调 中文课可以扩充他的词汇量 这是 二是让他可以有跟说中文的陌生人交流的机会 培养他的自信和表达能力 他有多现在多少还是有一些口吃不清的 我们一起生活 习惯了他的一些奇怪的发音 但是外人不一定能听懂 那他就需要想办法说清楚 跟陌生人能交流 是对他能力的一种培养 可是他如果感觉到口特别的渴 那么他会想要咕嘟咕嘟喝 喝的水 喝喝的水 因为你见过小青花在河里是吗 三呢 是我觉得还是互动形式的课更有效 之前给他买过一些十字的app 但是我发现这种形式太过单向输入了 没有人引导的话 他很快就变成专心玩那些小游戏了 水子的第一笔 树 钩 那 这个汉字呢就是水 水 水 对了 要注意哦 我看一句 学了两个水子 要注意哦 那每一个笔画的位置在哪里 今天带大家试听的这个课也是朋友推荐的 课程的内容非常丰富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竟然可以24小时拍课 因为他们面向的是全球海外华人嘛 所以每个时区都可以照顾到 我之前给陶小都试过国内的数学课 但是课程都在国内的晚上 也就是我们这里上午上课 那个时间段对我来说非常不方便 这次试课呢是在下午4点就很舒服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 欢迎给我留言探讨在海外教小朋友中文的经验 我是安布 我们下期再见